作为城市给死优位的底组 丰田RAP4自1996年问世以来 已经历过四次换代 凭借其优异的性能与过硬的质量 斩获了无数的订单 丰田RAP4在北美正式上市 新车外观新增了运动套件 科技配置大幅提升 更为关键的是大灯进行了全方位升级 一起来看看吧 RAP4的前脸造型依然沿用了TAC概念车的造型 整体风格十分粗广 也信中带有一丝精致 蓝色的牛头梗 丰田logo彰显了其双情混动的身份 T型进气格栅内部 为黑化后的横向 锁指甲 装饰条 前唇处的亮黑色包围材质 由现款的廉价塑料升级为高档巨乙锡 RAP4相比现款车型的一大亮点 便是全新设计的头灯组 全单位立即和大灯看上去 颇有极力星月的神韵 灯组上部的U型灯条 与眼镜型灯条 共同构成了日间行车灯 最内侧的折扇式转向灯较为小巧 远近光一体式大灯 带有自动开关 高度可调 自适应远近光灯等功能 雾灯 也由现款的圆形卤素灯 升级为竖条形安逸地灯 造型更加犀利 车身尺寸方面 2022款RAP4相比现款车型几乎没有变化 长宽高尺寸分别为4600mm 1855mm 1680mm 轴距则为2690毫米 全新设计的亮黑色五幅花瓣轮毂 与整车的运动气质十分搭配 轮胎采用了优颗毫码耐磨胎 规格为235 55 29 车尾造型依然硬朗 十分动感的后尾翼内部融入了带有特殊工艺的高位刹车灯 横贯两侧尾灯的哑光镀个视条拉伸了车尾的视觉宽度 尾灯依然沿用了现款车型的熏黑灯罩 除了形式宽灯外 其余灯组均采用鲁素光源 内饰设计并没有花里胡哨的装饰与配置 而是将实用性贯穿到底 三幅式多功能方向盘 采用了真皮包裹 我敢不知道比塑料方向盘高到哪里去了 半夜经营表盘带有三种不同的UI显示界面 悬浮式中控停厚度感人 像个老式电视机 动力系统依然提供2.0L汽油 2.5L汽油 以及2.5L双型混动三个动力版本可选 其中2.0L发动机最大马力 171马力 峰值扭矩209牛米 2.5L发动机最大马力 174马力 峰值扭矩221NM 这两台发动机均匹配CBT无级变速箱与四驱系统 双情车型的发动机参数与2.5L车型一致 但新增的电动机 驾驶感受与燃油经济性进一步提升 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款丰田是怎么样呢